各位小伙伴们给大家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现在我的对面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这个手机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魅族21NOT 可以看到它整体的颜值 依旧是我们非常喜欢的颜值 而且这一次它相比起之前 感觉像是有点等比放大了 这两个是一个真相相头 一倍和二倍 然后这边是一个相当于假摄像头 但是它做了一个跑马灯的设计 这可能算是魅族现在一个比较标志性的设计了 而且你给大家感受一下 它这次这个黑边控制看到没有 哇非常的夸张啊 可以看到我们对面的这个三星啊 虽然说呢 这个三星可能外形和我们的魅族21NOT有点像 但是它的黑边控制可以达到这么牛逼吗 我觉得应该不行吧 我觉得这个黑边控制真的很无敌 而且它这次这个屏幕虽然用的是一块天马U8的屏幕 但是它整体的亮度提升其实是非常大的 而且刚刚给大家跑了一个分啊 给大家看一下 不是这个 跑了整整150万分左右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GPU的分数真的是非常好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魅族21NOT在整体的内部UI调校 包括系统的调校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虽然它用的是我们的骁龙8跟2 可能说大家可能有可能说 骁龙8跟4都要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这块芯片目前还是够用的 你在这个价位段2599对不对 2000价位可能大家用的8跟3还是少数啊 大多数还是8跟2 只能说我们的魅族21NOT出的晚了一点啊 真的非常有意思啊 魅族对面是三星啊 非常的有意思 另外呢 它这次影像方面的升级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方面 就是比如说这个流光快门啊 同时 还有动态照片啊 这些 而且呢 它以往的机器都通过OTA去更新上了 所以你现在哪怕你拿的是我们的魅族20 魅族21 魅族21Pro 你都可以享受这些功能 我觉得魅族这一点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块屏幕虽然不是 虽然不是其他比较好的 像三星屏啊 或者说 我们其他的华信光电啊 京东方 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屏幕 做的真的还不错 我们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魅族21NOT